Hello, 大家好 又我是Lorman 今天是在荷蘭, 綠特丹的最後一天 早上我們會跟姐姐去喝茶 下午4點我們會搭歐洲之星去倫敦 原本想在綠特丹喝茶 不過姐姐說姐夫要去海牙做推拿 不如去海牙行行 海牙唐人街都有茶喝 11點放下姐夫之後 姐姐就在唐街帶我們走過去手上虎看看 手上虎其實是在建築物中間有一個塔的下面 但因為封了, 可能是翻身或是某些情況 封了就走不到進去 我們只是在外圍沿著 各條河 或者是運河 走一下 在另一邊可以進去看 到去 那個是國會那邊的 都可以進去看 可能是有會開的 所以也有電視台在這裏 就是拼麥克風 有些議員走出來 或者一些官員走出來拼麥克風 這裏其實也是政府 很多官員辦公的地方 類似香港政總那樣 我們大概大半小時走出來 就走過去唐人街那邊 經過市中心的購物大街 裡面有很多店舖 我們都沒什麼進去 在超市裡面看一看 然後就走唐人街 我就去了酒樓 先拿位置 姐姐和姐夫 等她姐夫搞定了 就再走過來 另外還有外生和她兩位朋友都有來的 這間酒樓是中式酒樓來的 裡面的視影都懂得說 廣東話一點點 主要聽他們都是用普通話溝通 還有一個外籍人士 都要講英文的 其實點心的水平都OK的 吃完根本 基本上我們就會拿回 停車場拿車 開回去錄日丹 我們行李還放在姐姐家 大概兩點多鐘 外生就載我們去錄特丹 中央火車站 原來她這裡是沒有 Immigration和Custom 所以其實不需要太早來 提前15分鐘要坐火車就可以了 如果要直達倫敦 就要去阿姆斯特丹那邊 才有直達 這裡我們要坐一程 一個多小時過去 去布魯塞爾那邊轉車 布魯塞爾那邊就要 經過Immigration 出入境 和海關的 不知什麼原因 在 布魯塞爾等了 半小時 才上車 加上她說說機械故障 那輛車不開得太快 我估計都會 因為我來的時候 一月份來的時候 那輛車最快快速到300多 我看現在可能是200多 可能就是這個原因 所以整程車本來7點左右 去到倫敦 反而搞到8點多才到 好想我訂的酒店就是聖班克斯 車站斜對面 走幾分鐘就到了 這裏我上次來都因為它比較方便 所以還是預訂在這裏 雖然是貴一點點 那就是在旁邊的一間PAC 買一些食物 上回房間作為晚餐 那這裏基本上就 就要檢查到房間已經是8點半了 房間其實也挺大的 基本上還有一個梳化可以轉床 可以三個人住也沒問題 或者兩個小朋友住也沒問題 好,今天的介紹就到此為止 下一集再見,拜拜